在和歡東風的山腰上 這裡是一個廢棄滑雪場的纜車站 也就是說即使是在雅熱帶島嶼 在高山上也有機會滑雪 在小小的台灣島上 高聳的山峰 讓台灣有各式各樣的森林面貌 大家好 我是鄭國威 是一個熱愛問問題的科學傳播工作者 台灣是個位於雅熱帶的高山島嶼 森林覆蓋了大約60%的台灣島 劇烈的海拔高度落差 更讓森林有著不同的樣貌跟組成 這幾個台灣keywords 台灣關鍵字 我們要向台灣的高山出發 體驗不同海拔高度的森林 全世界的檜木森林只分佈在三個地方 美國、日本跟台灣 我身後的森頭神木是中海拔森林具代表性的紅塊 曾經許多的巨木消失在台灣林業發展的歷史上 而倖存下來的巨木我們尊稱為神木 這個西頭神木是在2016年9月 因為那個時候在西頭這邊下了非常大的雨 然後在那個時候倒 之前其實都還是在直立在這邊 那西頭神木之前的估算大概是2000年左右 那現在比較精確的估算大概是1800歲 台灣過去天然的檜木森林大約有11萬公頃 上個世紀大約砍發了50% 這些檜木撐起了台灣經濟 直到1980年 政府才全面進發天然檜木林 所以Scott 你現在是台灣的民主 是的 所以一種原因是你愛台灣的森林林林林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是一種各種原因為我愛台灣這麼多 但是,是的,森林林林林林是一種的事 那是一種類似乎我的心 而且是一種類似乎我 而是一種類似乎我從哪裡來 我來自從美國和 New Jersey 你知不知道,台灣的 biodiversity 是非常特別的 台灣是這麼小的國家 但是因為那樣 你也很近在自然中心 其實70%的台灣是山道和坡壁 所以你知不知道,有些人會看到人 有些人往上路的路面 他們會玩音樂 自己也會聽到音樂 和走動 這就是一種類似的文化 然後另一個時候 我到了中間 中間的村子 在山上 然後我突然聽到一聲 我以為是一隻雞 沒有,那是有人做 karaoke 因為你也有這個文化 建立這些停止 在上面 所以人們會有茶 或他們可能會有休息 甚至他們也會有 karaoke 所以大家也會坐著 在山上享受自然 然後就放鬆 那是很棒的 森林具備多元功能與價值 過去生產木材 現在是自然保育 水土保持 大氣 跟水溫調節 以及作為重要休閒油氣場所 台北市政府 甚至在台北市中 也會推薦在台北市 所以他們有這個 叫做台北大道 是92公里 92公里 對,在7個各種項目 所以你結束後 你結束後 你經歷了 你過了 我過了 我過了 我很幸運 他們給你 你能夠買一扇 一扇子 對,是一扇子 所以我很羨慕 我的扇子 這扇子 是92年 我知道 我做了台北大道 台灣的森林 有哪些特色 而我們又如何 與森林 共同生活在島上呢 很驚訝 像我所說 台灣很小 這尺寸的尺寸 尺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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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來到瑞岩溪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好長的名字 你可能聽過國家公園或保護區 但很少人特別提到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這是以保育野生動物為主要目標的保護區 這裡也是台灣典型的中海拔森林 我們現在所在的海拔是2100公尺 那這裡的樹木呢 大部分都是蝌蚪科的植物 在這些樹木上面 樹枝、樹幹上面 有相當多的植物複曬上面 像是這些小小的藤蔓第一 像這些第一呢 其實都是這裡的空氣品質很好的一個指標 透過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這樣子形式的保護區保留下來 就比較可以完整的保留這個生態性 讓這裡的森林跟野生動物都可以受惠 高山讓台灣有多樣的氣溫環境 不同的氣溫環境造就了不同的森林 我們可以簡單區分 大約海拔2500公尺以下是闊葉林 海拔2500到3600公尺是真葉林 海拔更高的地方則是高山直群帶 在平地有潮濕悶熱的龍藍林帶 主要由榮樹跟楠木組成 中海拔有雲霧繚繞和涼爽的利林帶 主要是會結出巷石的蝌蚪棵樹木 而高海拔依照不同的高度 又有台灣雲山、台灣鐵山跟台灣冷山所形成的森林 台灣這個地方最值得介紹的自然特色就是台灣的高山 小小的島嶼有非常高的山脈 而且這些森林會隨著不同的海拔高度 而有不同的變化 所以我們在短短的一天當中 我們可以從台灣的平地到高山 看到各種不同類型的森林 所以大力我們這邊也算是所謂的中海拔雲霧靈帶 那是什麼樣的感覺 對像在中海拔 我們現在在這個海拔段大概是2100公尺 那水氣大概到了這個海拔段的時候會滯留在這裡 所以在清晨的時候 這裡天氣好的時候其實都會起非常大的濃霧 那這些霧其實也可以當作是 水回到土壤裡面的一種形式 那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這些樹葉、樹枝、樹幹 都會把這些霧氣裡面的水給結流下來 然後這些水會順著樹枝、樹幹流到土壤裡面 沒有下雨的話 其實它還真的靠雲霧獲得相當大量的水分 台灣的中海拔森林又稱為雲霧靈 雲霧靈的重要特色是能攔截空氣中的大量水氣 說得更準確一點是稱為水瓶降水的霧水 在雲霧靈帶一年的起霧時間超過2000小時 平均每天約4小時 冬季平均約每天12小時 雲霧靈帶所攔截的霧水可達降雨量的三分之一 森林涵養了重要的水資源 所以,Scar,我們來看看雲霧 什麼特別的呢? 其實,台灣的雲霧是神奇的雲霧 其實有674種類似乎在台灣 有30種類似乎,54種類似乎 尤其是很多種類似乎 你可以這些幅度上升級至高位置 這是特別的地方 certification 其實 marginal機時尼熊臨 給它們 verwiono 在氏那個圓國家 大 falando thirteen廠先生 因为他们只能去台湾特别的地方 对,很多人来台湾来台湾 为几个原因 首先因为有很多种类型的类型 你也可以看到这里 而且因为它很简单去台湾 你不必须去远向远向远向远 你可能会去山路上 例如我们刚才有台湾大雪山的鱼迹 几个星期前在台湾 这里是一个山路上 大概50km 在这区域的区域,你能看到20区域的30区域 所以我可以参加29区域,如果你是幸运的 如果你是幸运的,是的 但是听和看到都很重要 是的 所以我感到很高兴,我们可以选择这区域今天 是的,我感到很高兴 是的,当然 大力,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台湾的高山环境 看到的植物景观跟刚才很不一样 在这个地方,你也可以看到说在我们后面这里 可以看到森林的边界 好清楚 对,你可以看到说森林长到某一个高度的时候 它就再也长不上去了 变成零零星星的独立树 那这样子的这条边界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森林界线 那森林长不上去之后呢 就会变成建筑的草原 所以看到这些淡绿色都是建筑的草原 高山的低温、强风、土壤内历史多等环境限制 让树木难以生长,也不容易形成森林 高山上的森林边界称为高山森林界线 是森林生长的极限高度边界 越线之后,高山上主要是低矮的杜鹃 玉山原泊灌虫跟建筑草原 现在我们所在的步道就在森林线附近 像这个的话是台湾冷山 那它是在台湾的树木里面呢 能够生长到非常高海拔的一个树种 那再往山下的话会有铁山跟云山 像这种比较高的都是冷山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呢 它的叶子跟树枝里面都有相当丰富的油脂 在高山上,山坡坐北朝南还是坐南朝北 也会形成截然不同的森林 朝南的山坡较为干燥 通常会形成耐旱的松树林 或是形成建筑草原 而朝北的山坡较为潮湿 则有机会形成这三种山树的森林 你知道吗?台湾的高山上曾经有座滑雪场 这是在荷欢山所拍摄的滑雪活动照片 海拔3400公尺的荷欢山区 每年冬季大约有长达两个月的积雪期 早在日本时代就有日本人在荷欢山区滑雪 还有滑雪专用的登山缆车 当时的荷欢山不仅是热门的滑雪场 也是国军的雪训中心 可惜随着积雪量日渐减少 滑雪活动也逐渐消失 我们在准备的时候也想要告诉大家说 荷欢山以前是可以滑雪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我们不同的世代 甚至在同一个世代之间就很明确的看到 全球暖化带来的影响 而且它的影响呢不只是在高山的环境上面 包括我们每一个台湾人不同的世代里面 我们对台湾的认识也有不同的影响 台湾有个名词叫百岳 一直100座超过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攀登百岳是许多台湾人热衷追求的毕生志愿 事实上这座岛上有269座超过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吸引了全世界热爱登山的人 是你第一次在河湾山? 是的,是我的第一次在河湾山 是的,是我的第一次在河湾山 是真的 我真的非常幸福到这里 我来到台湾山的河湾山 我一直在河湾山上有12年 所以,有什么新的地方 你能学习在河湾山的河湾山 我也是很可爱的 是因为我住在台湾山的河山 我住在台北 在30分钟中的河湾山 你能够在中心中的河湾山 这些河湾山的河山 是一种最好的秘密的秘密 虽然有很多地方 所以,我真的希望 现在,这个秘密的秘密 thanks to, hopefully, maybe this video 有些人 感谢观看